是為什麼,所以是懶?比較懶你們會不會覺得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那種歐巴桑來就怎樣?就懶什麼? 黑!現在連歐巴桑來都怎樣? 因為我們台湖有歐巴桑不懶黑 他們都不要懶黑,他們都要懶什麼? 懶有顏色那今天剛好利用時間喔 人數比較少 我可以有時間的話 我會帶給各位 怎麼去染出白髮的流行色 這很重要 白髮流行色是很多啦 那我要讓你一次就要過 不要再好幾次喔 除非是你的客單價非常高 如果你的客單價非常高的 當然可以幫他弄兩次三次 但是如果客單價很低的 我相信都要一次就要把它配起來 好 那我們今天比較注重的是 放在什麼 放在我們的專業的藍髮姿勢 那這些前面指示老師帶過 那各位有帶手機的你們可以拍沒有關係 因為這些簡報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 所以副作全是我 所以你們可以拍 那因為拍了之後啊 在店家如果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拿起來看 也可以拿起來看 所以在我們專業藍髮姿勢裡面 這個大家以前應該都有看過 但是 各位是不是讀美容美髮科的 對喔 真的喔 不是比較多對不對 我們這個年紀來的應該不是比較多的 那讀美容美髮科是現在的年輕人比較多 那讀美容美髮科可能比較放在理論上 可是我們早期學美髮有學到理論嗎 好像很少 都是在店家怎樣 就在店家人家說什麼我們就做什麼 然後人家說往哪裡拉這樣剪 你就這樣剪 剪到最後就會啦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很強 好 那專業藍髮姿勢裡面 沒有辦法被調配出的顏色是三個顏色 那一個是紅黃藍 所以各位要記得齁 我們在現場看到紅黃藍 這三個顏色是沒有辦法哪裡調的 就是你如果沒有他們就是沒有他們 是調不出來的 那其他顏色我們是可以利用 我們的原來的那些顏色來調 可是如果紅黃藍沒有是不能調齁 那二等色跟三等色當然就是由誰來創造 我們的顏色調出來的 紅的顏色調出來的齁 那你們會看到紅橙黃綠藍變紫 就是以前我們在夾爪彩虹的顏色對不對 那你們有真的很注意去看一下彩虹的顏色張標齁 因為現在比較看不出來 各位還記得小時候其實我們在看彩虹 它比較明顯 因為現在我們的空氣比較汙染 所以就看不到了齁 那當然這些顏色都要用過什麼 白光會透過折色而回來看到的 所以如果沒有光你看得到顏色嗎 沒有光你是看不到顏色的齁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光才看得到顏色齁 好那這一塊這一塊色輪很重要的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客人來了 你們怎麼去幫他挑顏色 有沒有客人會這樣 看得我會希望齁 你們可以用老師的方式齁 可以試試看 客人來不要拿色卡給他看 因為你拿色卡給他看 色卡通常是給誰看的 其實色卡是給我們看的 不是給客人看的 客人在看什麼 髮型書 你們可以拿我們的髮型書給他看 因為髮型書裡面會不會有顏色 有顏色齁 所以我們是用髮型書給他看 那色卡通常是我們在看 不是他在看 那這一塊色輪很重要的是因為 有沒有客人會問說 啊我不會挑啦你幫我選 他為什麼要叫你幫我選 因為他認為我們是專業 你幫我選可能就是 欸你幫我選了 但是你幫我選這責任大不大 你不可以選起來 等一下懶跑在鏡子前面這樣 變得很黑 或變得有一點很像中邪一樣 有沒有看到那個顏色懶錯了 會很像中邪這樣 但是有些人懶著頭髮之後 看起來臉會這樣 好像白對不對 從這一塊老師教各位看 怎麼去找客人的膚色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齁 好客人的膚色通常我們台灣人 都會放在哪一塊 我們台灣人的膚色幾乎都會在哪裡 黃色對不對 所以黃色對面是誰 紫色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一件事 為什麼一些蚵仔上來 都叫你要染什麼 紫紅 欸對他都跟你講 我要低刮線 我要紫紅 我要什麼 其實豬肝色跟紫紅是兩回事齁 各位要記得齁 那因為歐巴薩為什麼來 他喜歡說 欸你幫我染紫紅 為什麼 因為他皮膚已經有點偏黃 有點偏暗 所以他染了紫紅之後 他就會看到一件事 他會不會變年輕 所以為什麼他要染紫紅 好這個這一塊色輪關係到 還有關係到什麼 膚色 也就是你們可以在現場 跟你的客人怎麼講 如果他有化妝的人 那現在各位看到化妝師 會有合一雙合一顏色 那個顏色就是在改變你原來的什麼 顏色就是你的膚色 所以從這一塊看 各位會看到一件事 哪一個比較黑 哪一個顏色最黑 是不是藍色 你把它當成藍 藍色你把它當成黑皮膚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 藍色的對面是誰 橘色 橘色對不對 所以以後看到 什麼樣的皮膚 對面的那一個顏色為他的首選 就是第一首選 那第二首選在哪裡 他的隔壁 可是千萬不要染誰 不要染誰 自己還有咧 自己的隔壁 所以其實他有幾個顏色可以調 三個對不對 那現在老師的意思是說 不是叫你黑就把它染成一頭橘色 不是喔 你染成一頭橘色 如果他已經有年期了好看嗎 不好看 而且也要看一下個人的什麼 工作跟職業啊工作啊 跟他的家庭背景啊 因為好今天我是老師 你把它染成像我們在前兩年玩的那個顏色這樣 你會不會很嚇人 他敢去學校嗎 所以當然要看他的職業對不對 那還有 第一首選是他對面 也就是說 請各位從這一塊色輪來看 我們所有染膏裡面 有什麼顏色的色素 就是去找他 這樣聽懂我意思嗎 也就是我們黃色是誰 黃色是點幾 就要記起來喔 還有點三 黃色是點三 橘色勒 點四 紅色勒 點六還有 點六六對不對 那紫色勒 點二還有 你們可以記起來喔 這一天如果會了 你等一下調色就很厲害 點二還有什麼 點三二 因為點三二裡面會有紫色的色素成分 好那藍色勒 點一 點一是綠色 點一要放在綠裡面 因為點一的綠比藍還要多 所以我們一其實染上去是什麼顏色 綠色喔 對綠色 所以藍色我要告訴各位 藍色是一到十號 也就是我們的基色 它裡面有放了什麼 藍色 還有一個就是PCM 因為在藍色裡面各位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你們白髮都要加誰 橘色 橘色嘛 橘色嘛對不對 所以藍色裡面就是在我們的 橘色裡面的一到十號 只是它加的成分多或少 色素越多色度就越低 所以只是它多或少而已喔 那綠色就是我們講的什麼 點一還有巨蟹 點一還有巨蟹 所以在這一塊裡面 我們把所有的色系都把它分出去 嘿 那誰要配誰喔 你們像如果聽到老師這樣講 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藍工法是要這樣配的 是要這樣配的喔 好 那這個也是我們創造更多 就是變成有一點三次色在創造出來而已喔 你知道老師在台北交助裡面喔 我們都是真的用色語這樣畫 那他們畫過一次 看你像小學生一樣 他畫過一次之後啊 會不會記憶比較深 會 他畫過之後啊 記憶會比較深喔 好這是我們的三等色 好這台頭髮的結構 分成LNA三層 表皮跟皮質跟垂質 那各位都知道色素在哪裡 色素在哪裡 色素呢 色素不是隨便我們就懶得進去喔 所以色素在哪裡 皮質層 記得你們現在要記得喔 燙頭髮跟懶頭髮都關係到皮質層 因為色素在皮質層裡面 那隨質層這一支紅色的心 都要記得這一支 每一個人不一定有 尤其是誰會沒有 細軟髮 細軟髮不一定有 那皮質層在管彈性跟張力 所以皮質層的彈性跟張力 所以如果很好 它燙出來頭髮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比較優 一定會比較優 那表皮就是關係到我們的什麼 毛鱗片而已 表皮是關係到我們毛鱗片而已 好 那頭髮的分類 各位看到中性 油性 乾性 受損跟抗拒 那你覺得哪一種頭髮最好懶 我們平常在懶頭髮哪一種頭髮最好懶 是不是中性 中性 中性最好懶 但是這裡面除了油性以外 很油 我講的是那種很油的頭 或者是他肩胖的頭髮 那我們幫他抹了很多什麼 髮雕啦造型膠啦 要不然老師會建議各位 來懶頭髮一定記得 可以不要洗頭就怎樣 就不要洗頭 就不要洗頭 因為這是我們的避免第二次傷害 當你水分碰到頭髮的時候 清潔就斷了 那斷的時候 這個頭髮壞了還小事 因為頭皮毛細孔會不會打開 你把它洗乾淨打開之後 藥手會不會進去 所以可以不要洗頭就不要洗頭 尤其是誰 無髮跟的人 無髮跟的人如果沒有太髒 原則上都可以過 因為我們的雙兩水跟懶高 一定會讓他過 一定會讓他過 好 再來藍髮肌的種類啊 各位看到我們的 暫時性跟永久覆蓋性 暫時性 各位知道暫時性是什麼嗎 在現場 噴的就是 他後面也可以 對黑彩 還有現在不只黑彩耶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的客人 會不會常動 我台北真的是 我覺得什麼東西都有耶 我看到他們拿那個 像睫毛膏的那個筆 對這樣刷好了 還有一個叫什麼 還有一個叫什麼 就一塊一塊像粉餅 黑黑啊 有有有 你家有 為什麼你們家有這個東西 好還有那個什麼 但是暫時性的東西是不是很多 所以暫時性的東西 我們也叫做水溶性 它是怎樣 碰到水就怎樣 就掉了 對怕碰到水就掉了 還有一個就是永久覆蓋累積式 什麼叫永久覆蓋累積式 不是 嘿要記得這個很重要 我們懶得那個不是覆蓋喔 花粉 花粉還有呢 金屬 它會把它的頭髮怎樣 覆蓋 而且還會累積 就是每蓋一次 每包一次 你頭髮如果沒有剪掉 它是沒有起來的 對對對 那沒有起來的時候 你要燙頭髮好不好燙 不好燙 不好燙 而且今天這一個頭髮 如果即時是受尊法 好不好燙 不好燙喔 我現在要重建 也重建不了 因為它怎樣 它包起來了 所以有時候你們要注意看一下 它如果長期用花粉 用泡泡懶的客人 要來燙頭髮 欸我很有能力 我很有自信 把你的頭髮救回來 可是為什麼沒有救回來 因為它一包太多 對它包覆了 你沒有把那個包覆弄掉 我跟你講你重建也沒有用 所以為什麼我們現在會多了一個什麼 大掃除 會多了一個大掃除 之後應該都會用大掃除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一關很重要 因為建議你們HR 上很久對不對 那上的很好 大掃除可以做得很好 可以做得很好 而且我覺得在這一塊裡面 尤其是它如果不是你的客人 你千萬記得 一定要完成大掃除 才可以燙頭髮 要不然你看頭髮都會怎樣 都會毛 都會毛燥齁 好 那什麼叫做半永久性 就是非氧化性的染氣 那什麼叫非氧化性 我們就有了喔 嘿對沒有雙氧水 你們現在要記得 沒有雙氧水就叫非氧化 也就是我們的SP 我們SP有沒有氧化 沒有 所以它是不會受傷的 這樣知道嗎 因為它沒有經過雙氧水來氧化喔 好 那氧化性染劑 也就是我們現在目前在用的 安安物尼亞根不寒 也不能講不寒 它只是怎樣 它比較少 它比較少 比較低安 所以比較少 所以你會看到雙氧水跟染膏 它們是一體的喔 它不能缺任何一個 有沒有試過染膏直接染頭髮 會不會過 那雙氧水直接染頭髮 會怎樣 蛤 各位覺得會怎樣 會不會退色 會喔 會喔 會退色喔 不要忘記喔 等一下要寫了一篇表給各位看到 它會退色的喔 好 再來安安物尼亞的作用就是 就是幹嘛 它在我們的皮脂層裡面的 天然麥拉林色素有漂彈的作用 所以不要忘記了 它有漂彈的作用 所以它因此會為頭髮創造新的髮色 它會為頭髮創造新的髮色喔 好 那什麼叫做雙氧水 雙氧水 英文怎麼寫 稍寫一個 3%對不對 我們在用的雙氧水通常會用到幾% 3 6 9 12 3 6 9 1個喔 你在店家的懶膏跟雙氧水都要全部都要具備 因為缺衣不可以 有時候剛好假日很多人的時候 那少了什麼 是不行的喔 通常3跟6我們放在什麼 淨色 通常3跟6我們放在淨色 9跟12我們放在什麼 退色 那9還有一個 它在退色也要退誰 原生法 原生法 我們幾乎都把它放在退原生法 所以雙氧水的功能是什麼 氧化跟顯色跟瓢淺自然的色素 自然色素就是我們天台邁壓力的色素 這個很重要喔 開一點喔 但是重點放在我們什麼 調色 因為你們都已經不是助理班了齁 所以我們重點放在調色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色度跟色調 那各位看到什麼叫色度 什麼叫色調 你們應該都很清楚齁 我們的 懶膏上面的第一個字叫什麼 色度 所以我如果說 欸你幫我拿一個 7.5的懶膏來 那老師問各位說它是幾度 7度 7度 你不可以跟我講幾度 7.5 不是 我們的助理都會跟我講7.5度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算的時候 不是用7.5是用幾度 7度 7度 好 那什麼叫色調 色調就是色素粒子混合的比例 所以 各位不要忘記了 你們是沒法的 我覺得這一塊很重要 這一塊很重要 軟色調跟冷色調 那一個人軟色調是紅橘黃 冷色調是紫綠藍 這些顏色 我要告訴各位 各位記得這些顏色從我們的原生法 我們家的懶膏 全部都可以一次呈現 唯獨誰混得出來 紫色跟藍色 紫色跟藍色沒有辦法混到黑色而跑出來 所以如果有客人跟你們說 他要藍紫色或藍色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知道嗎 但是其他的通通都可以 不需要經過漂這件事 那如果他要顏色很亮 像模特兒這個綠 那當然要漂啊 可是如果是 他只要裡面有帶 紅啊 橘啊 黃啊 綠啊 通通可以不用漂 我現在我給各位之後 你們就會知道說 原來你們也可以把它寫出很完整的配方 那圍堵紫色跟藍色是沒有辦法怎樣 跟我的原生法一次就可以出來的 圍堵紫色跟藍色 所以很多人問我說老師我想要在頭上藍出深藍色 就是暗暗的藍 看到有藍光 就是在太陽下看到有藍光 可不可能 不可能喔 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漂 一定要漂 好 那色卡上面帶來的意義 各位也不要忘記 藍光的第一個是我們都叫色度 但是我們會有兩個字的 那因為公司的藍光是根據國際標準的數字來編碼的 所以我們的色彩學是這樣編碼的 如果你們在外面看到有他編碼跟我們不一樣的 不是我不錯喔 因為有些小型的廠商他可能會怎樣 他們會自己編 所以如果你們看到我剛剛跟各位講的1到6 就是點1到點6那些編碼都是照國際編的 因為我們的染膏是有出口的喔 我們國外有大概現在今年我們差點說 到年底就要創造60個國家用我們的產品 所以你們這個都可以跟客戶來講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喜歡怎樣 進口 都覺得進口的是怎樣 最好的 但是A老師我就不一樣 我覺得誰比較好 我們台灣的比較好 我還是堅持 其實有些東西我還是堅持要用台灣的 因為我都心裡覺得如果萬一真的怎麼樣 有沒有人可以找 還有人可以找 公司在高雄你們還比較近耶 所以我覺得你們用的產品來自哪裡 或他怎麼使用我覺得你們都要跟客戶講 還有我們各大電視公司是不是都有用我們的產品 你們都會說嗎 你們都可以跟 因為這個人比較好才發現我女兒在家 他會看那個什麼 加油美女 不是 那個叫什麼 是說台灣 甘味人生 沒有 我從來沒有在看電視 但是因為我下班回家他在看 那我們家有個習慣 誰在看電視我們就回家跟著他看一下 結果他說 我說美女怎麼會看這種戲劇 他說 全台灣的年輕人都在看這個 我說 真的嗎 結果後來問一問真的 那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真的很瞎 大家要看他多瞎 台灣的戲劇就這樣 那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都要注意看他們每一故事都用我們的產品 有時候是po醫師層 有時候po什麼 職產 有時候poNPP 那這三個系列都是我們深紅的產品 所以你們可以跟客人這樣說 可以跟客人這樣說 好 色塔上面代表的意思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第一個叫色度 第二個叫色系 那我們是會有兩個字的 那兩個字的就是 第一個是主要的 第二個是次要的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還是要看哪一個 第一個 重點還是 如果有兩個字的 就是5.35 你們還是要 重點要看誰 第一個 第一個 就是小數點的後面第一個 因為它是什麼 主要色系 它是主要色系 好 那對沖跟對比 就是剛剛我跟各位講的那一塊 六色 六色的圖 那這個六色的圖 是我剛剛跟各位講說 它什麼皮膚來 你要用什麼顏色來壓 對不對 可是我要告訴各位 萬一它頭上有什麼顏色 你就要去找它 對面的顏色來讓它怎樣 對比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有一個客人 他的頭髮很橘了 已經很橘很橘很橘很黃 那橘跟黃的對面是誰 好我們先講橘 橘的對面是誰 好 那你們做錯了一件事就是 像現在暑假剛開雪 有很多 有很多孩子是不是在暑假 很想懶頭髮 他把他懶了 那現在開雪了又要紮 把他懶黑 那你們怎麼懶 你就直接把他懶黑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你會發現到一件事 什麼事 你直接把他懶黑之後 他很快洗一洗就變什麼 又退回來 因為你們沒有補誰 補籃 對 因為你們沒有補籃 所以不要忘記了 頭上的原生麥拉麗 不是只有黑 他的藍跟紅佔很多 所以如果你們要把他補黑 你要看他現在的顏色 如果他現在的顏色是佔的黃色比較重 你們就要加誰進去 橘色 知道有沒有聽懂 你要把他壓對比回來 要不然你會發現 這個頭髮很容易再退回來什麼 黃 如果這個孩子回來 他上面橘色比較多 就表示你還要加誰 這樣聽懂沒有 藍色我們剛剛講的 原色的藍色是BCM 但是通常我們還是會用雞色去壓 也就是說 他想要懶黑 那我們懶黑通常都會用一號對不對 那一號裡面 你要去加他的對比色 也就是你要先有一個顏色 去把他頭上的顏色沖掉 什麼意思 就是他現在回來了 如果他頭上是綠色 像老師現在頭上是綠色 那我要叫你把我打黑 那你應該怎麼來 你要怎麼來 綠色的對面是誰 對 你要用一加紅 這樣有沒有聽懂 結果你們錯了 你們都會怎樣 直接一就下去 一下去是當天會看到怎樣 黑 很黑啊 可是你們要想到後面 你們要想到後果 因為我現在幫你染黑的 不是要讓你很快怎樣 退色 所以一下去 當然現場我看到很黑啊 如果這樣這麼好做 他就自己染就好 為什麼 因為有些學生自己染了之後 發現一個月後又變什麼 黃 有點退回來 所以你們以後要記得 從淺色要補深色 一定要記得 他的對面是誰 那一個顏色一定要放進去 那一個顏色如果沒有放進去 你就會發現他的頭髮褪色很快 褪色很快 就是他沒有辦法對比 所以如果以我的頭髮 現在上面有綠光 那我叫你把我染成整頭黑 你不可以用1號直接幫我壓 因為你用1號壓會怎樣 欸一段時間你會看到 那個綠有沒有 又隱隱約又要跑出來 要跳出來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用1號去加誰 綠色的對面就是紅色 你要用1號去加紅色 這樣聽懂沒有 那紅色進去是在幹嘛 壓我的綠 你的1號才留得住 所以你們就剛好忘記少了這一塊 對比跟對沖 所以你們會發現淺色要染深色 你們通常都只有一個動作 就是1號 1號去把它壓回來 但是很容易怎樣 退色 很容易退色 這一點一定要記得 所以如果你們跟我說淺色染深跟深色染淺 你們覺得誰比較好染 淺色染深 淺色染深喔 欸我們不能想到今天而已喔 要想到他回家之後 欸對有沒有回來 持久度多久 這才是我們的專業 所以誰比較好染 深藍淺啦 深藍淺怎麼退也大概就是這樣對不對 可是淺色染深就是像我這樣講的 你們可能一個月又看到什麼 偏黃偏金偏橘又跑回來了 所以原深法要去退淺比較好退 原深法的邁阿鈴 黑色紅色黃色不見了 你要再把它補到足 其實怎樣 很難 欸很難喔 不要忘記了喔 好 那再來漂白過程也就是剛剛我講的這一塊 從最藍的一直漂到淺黃的時候 那你們要從這個淺黃再把它補回來 最藍的時候 就是少了一個什麼 少了一個對比色 所以以後要記得 少了一個對比色 對比色也就是從五前面這些 藍、紫、紫、紫紅跟紅 你們都沒有補他 你們永遠都只有補誰 一號 嘿你們都永遠都只有補一號 所以如果永遠補一號的人就會回不來 好就回不來齁 好再來頭髮上面有這四個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天藍、黑色素還是誰比較多 欸這一顆老師寫電腦的齁 應該是黑色、棕色再來是誰 紅色再來才是黃色 所以黃色的例子是最小 而且又怎樣 最多 所以你們會看到每一次染頭髮 不管你染什麼顏色 退到最後都會變什麼 偏黃色對不對 下午我會教各位用什麼方式 讓你漂出來頭髮 用洗出來頭髮不要讓他再偏什麼 黃色 因為你們都沒有做洗色這個動作 那洗色不會浪費你的時間 反正你漂頭髮、懶頭髮要不要洗頭 欸就是在洗頭說多一個程序而已 所以他不會浪費你一個時間 但是你們通常都忘記這一點 然後忘記這一點的時候 假設今天有一個帥哥來漂頭髮 漂了枕頭變成什麼? 金黃 對不對? 那漂了金黃之後他要去染 紅啊、紫啊、橘啊、綠啊、藍啊 不管他染什麼顏色 那會不會退? 會 會退對不對? 那退回來你會看到什麼? 是不是又金黃? 退回來金黃的時候你會看到什麼? 各位你們有沒有發現金黃色比較抬? 有沒有看到金黃會變得很抬? 所以我要讓你們的客戶 就是退回來的時候不要再看到那個金黃 那這個動作只有關係在哪裡? 洗色 你只要洗色洗得漂亮 他退回來就不會再金黃了 他退回來會很美 甚至到一直退對不對 退到會變有點偏灰 他都會很美 所以你們不要忘記一定要有洗色這個動作 那雙氧水就是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是去色一個是上色 那各位不要忘記了染膏是什麼性? 鹼性 雙氧水呢? 酸性 所以他們兩個才會產生氧化 所以我們剛剛說染膏是鹼性 直接染上去頭髮沒有經過氧化 會不會在頭上殘留? 會不會? 顏色會不會上去? 不會喔 記得喔 染膏直接上去 如果沒有經過氧化 他是不會上去 但是不要忘記了 我剛剛說染膏是鹼性 所以請各位記得 染膏上去頭髮 頭髮會不會傷害? 會喔 只要超過我們頭髮的PH值 頭髮都會傷害 也就是頭髮的PH值大概在4.5-5.5 對不對? 但是我們染膏通常已經超過9 所以會不會傷害? 會 各位不要忘記會傷害 傷害哪裡? 他會把我頭上的油跟水怎樣? 帶走 所以請各位 從今天開始記得一件事 你在調染膏的時候 你在調染膏的時候 如果你這一個頭髮是初硬髮 這顆頭髮是初硬髮 沒有受傷的頭髮 請你們加細胞膜在裡面 你會發現以後你染出來的頭髮都很亮 很漂亮 細胞膜我現在講的你要記起來喔 因為你到下午下課前 可能就會忘記了 因為每次老師在上課講一天的話 很多同學會發現喔 因為為什麼上我的課一定要做筆記 因為內容真的很多 但是你不會記得那麼清楚 不是年紀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太多事了 可是那個只是了初硬髮 我現在講 第一點 初硬髮沒有受傷的頭髮 你就把它加細胞膜 我現在加的量 你都大概差不多取10塊錢硬幣 就這樣倒下去 用我們的攪拌器把它拌好 好 那如果是細軟髮 細軟髮 記得喔 細軟髮 很細 又很軟的 不是有很多人很細很軟 這樣貼貼的嗎 加紅質素 細軟髮 就是受傷的頭髮 已經有點受損的頭髮 但是它是細軟髮 你就加紅質素 那如果是初硬髮 可是它已經有點受傷 出硬髮也會不會壞掉 會啊 它可能有碳有染 對不對 出硬髮的受傷的 你就加重建精華 你倒重建精華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是 到底是醫師成的制裁 都有 都有齁 所以當初的HR是 只有我們太北沒有 我們太北加HP了 所以現在有沒有聽到 三個髮質不一樣 你就加不一樣的產品下去 那你會發現 我們在調懶膏上面 多了這些 那因為懶膏 我要跟各位說 懶膏 它生紅的懶膏 都不會傷頭髮 它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它裡面還是有繭 那刷氧水還是有什麼 痠 所以它會不會傷頭髮 會 它一定會傷頭髮 所以我們可以把傷害頭髮 降到怎樣 最低 也就是說 我們要燙頭髮會不會傷頭髮 會啊 而且有些人的頭髮已經 爛到一個不行的 他還是要回來燙對不對 在燙頭髮前 我們是要幫他做重建 那如果他今天沒有做重建 他已經壞了 我們再燙下去 你覺得會好嗎 不可能 已經更壞而已 因為燙頭髮跟懶頭髮 這裡面都是什麼 藥水 各位不要忘記 這裡面都是藥水 這樣有沒有聽懂 這三瓶放在哪裡 有沒有聽懂 所以你如果是很受傷的頭髮 就用 細軟髮就用同質素 初映髮受傷的就用重建精華 這個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這樣加 老師已經加了大概一年半 但是重建是這一年半才有 早期沒有重建的時候 我全部都加什麼 同質素 但是碰到那個初映髮 我就會用同質素加什麼 細胞膜 對 但是現在三個我就把你們驅開 你們用這個方式來加 因為這樣加出來 你會看到你染出來的頭髮 還有 這三瓶下去之後 你就會看到一件事 我們的洋蔥味道 是不是比較重了一點點 加下去拌一拌就沒了 尤其是誰 重建跟細胞膜 重建跟細胞膜 它不會讓你傷害到它的頭皮 它反而會讓你怎樣 顧到它的頭皮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們已經應該也做很久了對不對 各位都做很久了 有沒有超過20年 有嗎 都不敢舉手 因為舉手了就知道年紀了對不對 老師也做20幾年 但是我覺得做幾年不重要 如果你現在還想做 你要有那種什麼 成就 那有那種成就 我希望各位就是 要有一點觀念 不要在乎用掉的成本多少錢 老師從以前年輕做到現在 我從來不會在乎我用掉多少成本 我只在乎什麼 等一下這一個成品 到底怎麼樣 因為那是一種個人的成就 不是只有為了賺錢 各位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燙一顆頭髮不好 燙一顆頭髮不好 那這個客人沒有怎麼樣 他也給你錢 但是他回家之後 你晚上睡得著 你會不會一直想 人都是有心的 你會一直想 所以我說 其實你要去找到自己的困難問題在哪裡 好 再來藍髮的原理 藍髮的原理 就是我們要的目標色 那目標色等於 退色後有貢獻的積色加外來的顏色 這個外來顏色是誰 就是我們的懶膏 對不對 就是我們懶膏 所以我們在調 調配的時候 我希望各位一定記得 這個加強色 就是主色加附色加加強色 這個加強色可有可無 但是主色跟附色一定要有 你們通常都忘記了一件事叫做附色 那附色在幹嘛 附色就是在沖髮漆色 就是頭髮上面的顏色 這樣你的頭髮顏色才會漂亮 要不然你會發現 你不沖它 它會怎樣 不是你要什麼顏色就可以出來 因為它會跟我的頭髮髮漆色怎樣 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所以調配一定要有一個主色加附色 這個一定要的 好 那自然色系 各位都知道自然色系就是我們的什麼 雞色 那雞色啊 每一家廠商不一樣 雞色裡面都會放了紅黃藍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的1到10號 我們的1到10號的藍色居多 所以為什麼我們可以把它拿來做大地色 也就是我們的6到10 各位6到10號是我們的大地色 那這個大地色染出來的顏色非常漂亮 你們很少用到6到10號對不對 會不會 會齁 那通常用在誰 男生 還是女生 都有齁 那其實我很喜歡把它放在男生的白髮 為什麼 因為男生的白髮很多人來一來回來 會變什麼 紅 但是男生其實不要讓它跳出什麼 紅 你要讓它跳出灰 或者是大地色 這樣其實還是比較適合男生 其實男生如果他有白髮 那你把它染完之後 他再一個月回來剪頭髮的時候 你看到他整個顏色跳出紅 其實不是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尤其是誰 有一點年紀的 有一點年紀的更不好看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顏色了 我們的顏色自然色系 我剛剛講的就是我們的1到10號 那綠灰 綠灰我們是點1 紫色就是點2 點3 黃色橘色 這幾塊請各位要記好 那通常我會告訴各位 你們現在去把它區分開 我們在染火髮的時候有很多色系對不對 你看到那個什麼 髮型書 那髮型書你讓客戶挑的時候 你就要記得 你到底是偏什麼 藍灰 綠灰 或者是偏紫 或偏黃 或偏紫 橘 或者是什麼 紅 就只有這樣而已 記得你把它區分開 那因為這些顏色出來之後 每一個顏色色調就剛好偏什麼 它的色系就好了 咖啡賀跟咖啡紅 我希望各位 咖啡賀跟咖啡紅 你就把它列為焦糖色 什麼叫焦糖色 就是咖啡色 我們講比較好聽就叫什麼 如果你跟客人講說 我要幫你染咖啡色 以後你們可以跟他講 我要幫你染什麼 焦糖色 他會問什麼 什麼是焦糖色 其實焦糖就是什麼 咖啡 但是咖啡有一個咖啡紅 一個什麼 咖啡黃 記得它到底是偏紅還是偏黃 這個由客人的皮膚來決定 所以你們現在認清這一點 一個是咖啡紅 一個是咖啡黃 那誰適合咖啡紅 如果一樣是焦糖色 一樣是咖啡色 我希望各位如果真的不會調色 真的找不出誰適合這個人的顏色 通通把它來什麼 焦糖色 因為焦糖色是最適合我們台灣人的腹色 也就是最不敗的顏色 但是誰適合咖啡紅 誰適合咖啡黃 記得了 黃色的對面是誰 紫色對不對 那紅色的對面是誰 所以皮膚太黃的人 所以皮膚太黃的人就不適合咖啡黃 所以就只能選咖啡紅 這樣有沒有聽到 所以你會看到咖啡色是很典型的顏色 但是它其實染出來也很美 那我也可以各位記得 點三五跟點四五 多多利用創造在白髮上 超漂亮的顏色 一次就可以上去 而且一次就可以讓它染出什麼 流行色 不要再把人家的白髮染什麼 黑色 因為如果你一直幫它染黑色 有一天它就會怎樣 DIY 因為它會想說 欸我就染黑啊 我去去電視買黑 我一樣可以怎樣 我一樣可以刷一刷變什麼 黑色啊 所以不要再幫它染出黑色 好 那加強色 我們在我們的原色裡面 各位看到我們都把它放在加強色 但是我希望各位 現在不是只有把它放在加強色 你們都沒有用這些原色 就是色彩濃縮劑的加強色 直接染在客人頭上 有沒有人試過 直接他們加9%或12%直接染在客人頭上 有沒有人染過 我要告訴各位 這些直接染上去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漂亮到一個不行 所以你們都沒有試過習慣這樣用 對不對 那你會看到RI是我們的紅色 Y是黃 B線是藍 G線是綠 這些通通直接單純一條 放在我們的頭上 是很美的 是很美的 而且我要告訴各位 他們是原色 所以不容易退色 不容易退色 那當然 各位 RI是紅色 直接去加雙氧水染 在你的頭上 會真的變紅色嗎 會不會 不會 它會跟誰撞色 我的原生麥拉琳 所以你們要試試 所以我才跟哥講 如果在現場有剪刀頭髮 盡量把它留起來 你們可以這樣試試玩一玩 有空的時候玩一數兩數 你就會發現 其實玩色彩是很好玩的 而且我們有很多色彩是 你想像不到它創造出來真的很美 像B線跟G線 它直接加 撞上去頭上就會變什麼 就亞麻嘛 就亞麻嘛 那亞麻出來 我要看到它多少率 因為亞麻去撞到 為什麼會變亞麻色 因為我們頭上的黃色很多 所以就很容易撞出亞麻色 所以這個我們之後 你們會看到 B線加12%去染在頭上 跟G線加12%去染在頭上 是很美的亞麻率 非常美的亞麻率 根本就不需要怎樣 漂 因為它利用我的頭上的什麼 黃 利用我頭上的黃 所以各位 這個我們都會用刀 你們有沒有帶打樹 有對不對 你們下午就會看到 它染出來的顏色非常非常薄 而且很漂亮的顏色 好 再來我們有一個叫褪色膏 褪色膏 為什麼我的1000.2跟1000.3跟4 我把它放在褪色膏裡面 我想問一下如果剛剛那個 如果是用那個 你有漂過的頭髮 你不行 漂出剛剛的亞麻嗎 有漂過的頭髮 你要記得它的 藍色紅色已經怎樣 沒了 所以你不需要去管到 藍色跟紅色 你的頭上已經剩下 剩下什麼 黃色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很綠 又更簡單 你直接把它放綠就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放綠了之後 我們還要去放什麼 我們有褪色的 來去退我的原生的什麼 藍跟紅 那你退完了之後更簡單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退完的頭髮 是不是比較容易褪色 它相退的比較容易褪色 所以如果其實它要藍亞麻綠 我不希望你們做褪色 因為不褪色 它以後退下來的顏色會比較美 會比較美 所以不需要再做褪色 好 那我剛剛說 為什麼一千點二 一千點三根點 是我一樣把它放在 零零零這裡面當褪色膏 因為它已經算十度色了 所以它可以退誰 原生髮 原生髮 就是我們的黑髮 它可以退得很美 它可以退 說它會讓頭髮掉色 但是它加在染膏的掉色 跟不加染膏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好 6%原則上 各位要記得 6%原則上 我們都寫不變 也就是 它加了我們的染膏 下去氧化 加了我們的染膏 下去氧化的時候 我的6%是在輔助它幹嘛 氧化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當你今天拿了一條7.5的染膏 它是幾度 7度對不對 所以7度我現在利用我的6%把握這個7度怎樣 放進去 所以它還是幾度 這樣滿清楚的意思 所以我會選擇它不變 可是如果它加9%會不會變 變高還是變低 因為雙水濃度越高 越高了 好 來我們9% 12% 跟3% 就會開始改變了 那它怎麼改變 我們把它分為一個細髮 一個粗髮 好 細髮比較好懶還是粗髮 細髮比較容易近色還是粗髮 細髮比較容易近色還是粗髮 細髮當然是細髮比較容易 細髮再近色都不要忘記了 粗髮我們這裡會將1度 細髮我們會將1.5度 也就是說放在細髮上面 它會變比較淺還是比較深 這樣有沒有聽懂 變比較 這一塊有沒有人聽不懂 這一塊要先聽懂 不然等下去 那一塊就完全聽不懂 細髮我會放在9%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會讓我產生氧化 會加到1.5度 那粗髮我會加1度 那12%呢 更高還更低 更高 對不對 是不是更高 所以細髮我就會加3度 粗髮加2度 細髮我就會加3度 那粗髮我就加到了2度 你會看到 我用幾%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所以雙氧水 我希望各位 從今天開始你的3到12 一定要7 不可以沒有6 不可以沒有3 也不可以沒有12 因為這樣子你會很難調色 也很難怎樣 很難做事 也很難做事 好了 既然6%不變 那各位看到3%跟9% 6%剛好在他們兩個的什麼 中間 所以 欸我們剛剛說 如果不加染膏 3%刷上去 會不會讓你的頭髮退掉 它一樣會破壞什麼 毛鱗片對不對 可是現在放染膏不一樣了 3%去加我的染膏 為了輔助他進去 可是他會把我的染膏 變淺還變深 對變深 所以來各位 6%這邊老師寫不變 他跟他剛好在他們旁邊 他剛好跟他怎樣 顛倒 這樣我聽懂 他剛好跟他顛倒 細髮這裡加1.5度 這裡就會怎樣 減1.5度 也就是他變深黑 出髮他加1度 這裡就減1度 有沒有 這裡聽不懂 也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拿了一條4.5的染膏 用了3% 放在出髮上面 他會變幾度 他會變幾度 蛤 我今天拿了4.5的這條染膏 好來各位告訴我 4.5這條染膏是什麼顏色 這條1.5是什麼 你們現在要先習慣一件事 拿染膏的時候要先看看 他到底幾度 他到底是什麼顏色 這個比較重要 我們要去關係到 他到底是什麼顏色 跟他到底是什麼 幾度 而不是 每一條染膏拿來都是憑你們經驗這樣染膏吧 不是 因為你要學會調色 所以他是幾度 4度 4度 好 這一條染膏 用3% 也就是4.5去加3% 染在出髮上面 那這一碗染膏會變幾度 3度 這樣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人不知道3度怎麼來的 都知道齁 也就是說 我現在去放3%加進去 它只會更暗 就變深 變深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了 7.5跟4.5 都是紫紅 對不對 只有差在哪裡 幾度色嘛 這個 我現在唸喔 你要記得喔 只是差在幾度色對不對 色度越高 這一個是不是色度越高 表示色數越 嘿對 記得喔 來 色度越高 表示色數越少 表示 記得 色度越高 表示它的色數越少 色度越低 表示色數怎樣 越多 越多 好 顏色越 深 這個 色度越高 表示色數越少 表示顏色越 天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們要先學會 如果你看到的每一條染膏 你都要很清楚它是誰 你才有辦法幫它創造很好的 那如果你會看到 我每次拿染膏都是憑自己的經驗 但是我剛剛有講的 色度這件事 每一條染膏上面是不是有一個色度 但是色調很重要就是你要選對色調 色調是客人挑的 或者是你挑的 你現在挑了之後要讓這個客人的膚色怎樣 變白 或者是看到它的底色有什麼要來改變 這個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不是像你們想的 我如果剛好沒有4.5我就隨便拿5.5 或者是沒有4.5我就隨便拿4.6 會不會一樣的顏色 不會喔 它的色調有沒有一樣 不會一樣 所以客人現在挑的顏色這個很重要 也就是說我們在雙氧水這一塊 會讓你的染膏同樣一條染膏有沒有改變 4.5去加3%跟4.5加12%染出來是完全是怎樣 兩為四了喔 所以你不能告訴我說 阿老師我現在剛好沒有6%我就用9% 或者是我沒有6%我就用12% 可不可以這樣 不行喔 好 那在染頭髮上面也是喔 我們剛剛講的染頭髮需要3點 也就是每一個客戶進來的時候你要先想到 哪3點 客戶進來都先挑什麼 先挑什麼 目標色 所以我剛剛說目標色是誰在挑 客人嗎 那有些客人會怎樣 你幫我挑 嘿對 他們會直接說你幫我挑 我覺得你幫我挑的責任還更大 你不可以挑完之後攔起來是醜的 我要攔起來是怎樣 美的 第一個是目標色 第二個就是要關係他的什麼 原生 嘿 關係他的原生法 第三個才去找誰 配方 各位要記得 配方誰找 我嗎 會是客人可以講說 你幫我用 用用用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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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會嗎 不會啊 所以 所以不會是 客人 你挑之後你就要幫他做出來 好目標色我剛剛講過的 現在最快的方式最好的方式就是拿髮型書 因為髮型書裡面所有的頭髮都會有什麼 顏色 顏色 好顏色請各位現在我們現在最流行的什麼 亞麻綠 亞麻綠 所以我們把它分出來 第二個呢 比較長男的 焦糖 焦糖 其實焦糖是真的佔了大概五六層以上 那我剛剛說焦糖是誰 咖啡色 咖啡色 第三個咧 紫紅 欸 紫紅多不多 多耶 我發現紫紅還蠻多的 第四個 紅色 來 那黃色跟橘色我們就不講了 所以我老師今天沒有叫你們帶這麼多畫素 就是只有帶二十對不對 對 亞麻綠跟焦糖跟紫紅 那但是你們聽我上完課 你就會知道配方怎麼來的 如果你們告訴我說你們要配方 那我現在隨便寫了一本給你有沒有用 沒有用 配方你就自己隨便寫也是配方 只要一條染膏加一瓶雙水就是什麼 配方 對啊就是一個配方 但是你們要學會這個配方還沒有染上去 你就應該知道它洗起來為什麼 結果 對 所以我說你們要有預知能力 好 我們把它區分開 亞麻綠 焦糖 紫紅 紅色 這四個顏色在現場是不是最常看到 對不對 很常看到 很常看到你就要知道 他們到底是誰創造出來的 以後你就知道說 喔很簡單 我就是 他挑了那個顏色我就要去找什麼顏色的染膏 這樣知道嗎 亞麻綠 誰創造出來的 想一下 想一下 我們的染膏 好 BCM還有咧 你說的 繼續 還有咧 記得喔 誰都可以創造出亞麻綠 你們要記得我們的染膏 誰可以創造出來 你就去找那些通通把它歸類 以後你就會很好做事 GCM跟BCM還有咧 剛剛說 點1裡面有沒有帶綠 有 所以還有誰 點1 BCM跟GCM跟點1 可以創造出我們的亞麻綠 但是他是誰 阻塞 他叫阻塞 各位不要忘記喔 他叫阻塞 我們有一個阻塞 一個什麼 我們有一個阻塞 一個阻塞 一個阻塞 好 這個阻塞跟阻塞很重要 也就是配方怎麼來 一定要有一個阻塞加 什麼 腹色 我說加強色可以要 也可以不要 你可以加強我們的SP 同色調的加一點點 也可以選擇怎樣 不要 不一定要 就是那是個人的習慣 是不建議各位說 喔你一定要像我這樣 一定要加 或我不加 那沒有關係 但是這兩個 要不要 一定要 要不然你這樣 頭髮絕對不會漂亮 阻塞跟腹色一定要 那如果跟我說 我們有學生跟老師說 老師這樣我要腦膏用很多 有嗎 有嗎 有沒有很多 是不是一樣的量 本來我要用100ml 但是我現在主色膚色 拆開我就剩下多少 50加50 是不是都一樣 所以它是一樣的 只是要讓你的頭髮出來的色調 比較明顯而已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要忘記 我們有一個目標 是一個原生法 一個配方 配方一定要有一個主色跟複色 也就是說 你們現在把我們所有的色塔裡面的顏色跟 髮型書裡面的顏色把它區分開 其實我們有六大色系 我剛剛講還有什麼 橘跟黃 那橘跟黃 為什麼我不寫 因為第一個你們只有一天的課 第二個橘跟黃比較好懶 隨便膽都會變橘跟黃 所以 來 亞麻綠 焦糖 紅色 請你們先告訴我 它的主色是誰 亞麻綠的主色是 就是B線跟橘跟橘跟點1 也就是說 客人如果今天挑了亞麻綠 你的主色不可以離開這三條 就是這三條裡面一定要有什麼 其中一條 這樣它才會創造出誰 亞麻綠啊 好 第二個 這個焦糖咧 主色是誰 我們剛剛說焦糖是誰 咖啡 咖啡嘛 所以它的主色是誰 是誰 點 三五 還有咧 點 四五 還有咧 我要告訴各位 我們還有一個可以創造出焦糖色最最快的配方 而且最漂亮的配方 點 三二 點 三二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你們不會懶 就通通把他懶焦糖 如果真的這個人 我實在看不出來他到底適合什麼顏色 就把他懶什麼 焦糖 就把他懶焦糖 好 焦糖色的主色 我們把它放在 點三五 點四五 還有點三二 這三個顏色創造出來焦糖非常漂亮 好 那紫紅色的主色是誰 記得紫紅 剛剛說誰 點幾 紫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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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紫色 是紫紅 紫紅是點五 不要忘記了紫紅是點五 紅色咧 點六 還有一個咧 點六六 因為我們點六六是什麼 加強紅 不能單獨使用 因為單獨使用 它比較容易氧化 但是它因為有複色 所以它可以用 因為老師習慣做複色 所以它有沒有單獨 沒有啊 它是兩條兩條 所以它沒有單獨使用 好 亞麻綠 閉線 繼續練跟點一 第一 那複色是誰 這個複色我們剛剛說的 複色是要衝髮肌色 也就是複色的作用在幹嘛 第一個 退黑髮 第二個 退你的對比 就是你的頭上的髮肌色 要它來跟我對比跟對衝 這樣有沒有聽到 所以為什麼我要複色 就是這樣 那重點還是什麼 退黑髮 因為我的頭髮黑不黑 你長出來是不是很黑 你要直接讓它這些顏色出來 就變成那個顏色 但是你要有一條來幫你退誰 黑髮 黑黑髮 所以來 亞麻綠退黑髮 需要靠誰 因為它要創造出什麼顏色 對 所以它要創造出亞麻綠 所以它退完之後 我要它誰來輔助我 黃色 那0007條沒有色素很高 你染上去頭髮 它就幫你退誰 黑髮 黑髮 那黑髮退了之後 就變成黃色 黃色 所以它共性給我的黃色多不多 多 所以亞麻綠是最好染的 因為我的頭上自然而染 就貢獻給你誰 黃色 黃色 那黃色貢獻的多 你就會發現它的綠就會很漂亮 好 焦糖色 各位要記得 焦糖色 也就是我們講的咖啡色系對不對 所以它的膚色是誰 它的膚色可以用誰 來我要告訴各位 來我要告訴各位 000它可以退出變黃 所以它染出來會比較偏 黃焦糖 記得喔 黃焦糖 點32也可以 但是點32會讓你退出來比較變 紅焦糖 因為它點32裡面有紫色 紫色可以把你的誰壓掉 對 對 黃色壓掉 就是紫色可以把黃色去掉 所以它會變成比較偏什麼 紅焦糖 所以以後記得 如果你是要染黃焦糖的 就用誰 000 還有點3 點3 是不是黃色 嘿 如果你要變成紅焦糖的 就用誰 點32 你知道嗎 嘿 就是它們的膚色 這一塊主色跟膚色很重要 他們關係很密切 好了 再來紫紅跟紅色 請各位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紫紅色跟紅色裡面都有一個什麼 裡面都有一個什麼 這個 這個 紅色 各位紅色最怕什麼 你們在現場來 紅色最怕什麼 想一下 想一下 紅色好不好留 如果染出來的紅色會不會很容易退 啊 退到什麼 黃 一開始就黃嗎 對啊 先什麼 橘 然後再來 黃 所以它還是怕誰 黃 對不對 那我要告訴各位 你們現在這樣比較好記 紫紅色跟紅色 以後只要看到你的配方裡面 有一個紅這個字 以後如果看到你的配方有一個紅這個字 沒有人可以當膚色 只有紫色可以當膚色 因為紫色可以去黃 紫色可以去黃 紫色可以去黃 所以它只有誰可以當膚色 32 那為什麼不寫紫色 那為什麼我不寫紫色 4.2跟6.2 因為4.2跟6.2怎樣 比較深 所以它沒有辦法幫你退誰 黑髮 它沒有辦法幫你退黑髮 所以以後看到 有一顆紅的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叫做 0.32 它可以讓你來當誰 當他們的 複色 因為這個複色很重要 你們要想到 複色進去之後 關鍵到 你等一下染出來的頭髮 飽和度夠不夠 還有一個 持久度夠不夠 我講過了 我們是專業的美髮師 不是那種 人家自己買一盒回去DIY 你必須讓他的頭髮怎樣 染完怎樣 持久度要怎樣 夠 不是說我今天來染 一個禮拜洗一洗就怎樣 就不見了 不是 那你要讓他飽和度夠 所以亞麻綠 主色是BCA 肌穴 你們現在就應該知道 如果我已經寫到這邊 有沒有人知道說 配方怎麼來了 是不是很容易來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你的概念就要很清楚說 其實我要染亞麻綠很簡單 好了 亞麻綠我要教各位 從最綠的到最不綠的 配方怎麼找 從最綠的 你們覺得誰會最綠 誰最多懶 各位看到誰最多懶 是不是BCA 對不對 那我要告訴你 亞麻綠 如果我現在教各位寫配方 BCA 直接加12% 你會看到他最多什麼 綠 他不會有懶 為什麼你的頭上會給他誰 黃 所以他不會有懶 我剛剛說誰不能懶出來 就是我們的六半色系裡面 誰不可以直接一次就撞出來 懶還有什麼 藍色跟紫色不會讓你在頭上這麼容易就出現 所以如果你沒有把頭髮漂乾淨 有沒有可能看到 很難 所以他還是會撞出比較多綠 好第二個 BCA 加000 加12% 第三個 GCA 加12% 我現在都大概先寫12% 是因為我們把它列為頭髮比較粗 第四個 GCA 加000 加12% 老師先寫 來解釋給各位聽 好 第五個 7.1 加000 加12% 第六個 9.1 加000 加 好 我要告訴各位 這六個配方都是什麼顏色 你們看到的都是什麼顏色 都是綠 可是不同的綠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我現在教各位的是 你要看到你放的主色是誰 他的綠就會不一樣 從第一個 BCA 加12% 開始最多綠 一直到第六個 你就會看到 從最多綠一直 有沒有 一直掉下來 這一個是藍色 是不是最多 這一個是藍色去 黑髮 我們用複色來退 這個第二多 再來 GCA本身已經是綠色 它不是藍色 所以會變成什麼 黃綠 所以它的綠會不會這麼深 不會 不會這麼深 兩個 原色 再來 點1裡面有沒有帶綠 但是帶的多不多 不多 可是它的綠沒有看到什麼 沒有看到那個所謂的綠色植物那種綠 這樣聽懂沒有 它通通都是亞麻綠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說 我要用什麼方式讓它怎樣 也就是說應該怎麼講 這個染出來很墨綠 但是它一直洗一直洗洗 退到最後也會變這個 可是它要撐怎樣 很久 那如果今天有客人 欸老師有很多客人是這樣喔 他來跟我說什麼 我不要看到綠 但是我要亞麻綠 那你就要怎麼辦 記得喔 你要怎麼辦 哪一個可以 我不要看到綠喔 但是我要亞麻綠 我要亞麻綠的顏色 但是我不要在我頭上看到有綠光 老師這個是從第二個配方退下來的喔 這樣聽懂我意思沒有 那我退到 我再大概一個月 或一個半月 我再退到最後 就會變成這個配方 那我可以從這裡一直到這裡 但是如果有客人跟你說 我不要這裡的過程 我要直接這裡 你就要來挑這裡的配方 這樣不聽懂 我不要那麼多綠光啊 我只要看到什麼 亞麻綠 那為什麼很多客人要亞麻綠 因為我不要讓我的頭上看到紅色 因為紅 只有綠才可以把我的紅色怎樣 壓掉 這樣聽懂嗎 嘿 所以你看到這六個配方 老師要告訴各位喔 你們 現在在座的 有沒有人懶過這些配方 有沒有 沒有 要不然你們懶高 就在懶什麼 不然你們牙麻綠都怎麼來 挑出來的 還是怎樣 都沒有種出來 你知道這個綠多漂亮嗎 尤其是第三個 第三個綠染上去 它漂亮到 那個顏色漂亮到 飽額到一個不行 不然你們的綠怎麼來 還是你們台南人都不染綠 SB 喔用SB 但是SB有一個缺點啦 它很容易就掉 它的綠出來是 還有一個就是 有一點太飽了 那當然下午我也會教各位 今年流行的什麼 霧感 那個是SB做不出來的 一定要靠誰 藍高 如果你們等一下有空交 老師FB的 有時候進去看 我們的霧感 今年流行的 藍灰 綠灰 紫灰 紅灰 這些顏色是SB做不到的喔 因為SB上去怎樣 太飽和 我相信各位都有玩過 我們在前兩三年不是玩SB嗎 那時候玩SB就是為了要怎樣 飽和啊 就是很紅很藍很綠很橘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不是這樣玩嗎 但是今年怎樣 人家不要看到那些顏色的 要看到什麼 要看到有一點霧霧的 已經退到霧霧的 尤其是有些客人 直接藍起來就是那種霧感 那個不是SB做得到的 那個一定要靠誰 靠我們的藍高 一定要靠我們的藍高 所以你們要看到 你們如果靠藍高 他一樣可以做得很美的霧感 但是所謂的霧感 我要告訴各位 所謂的霧感只有一個禮拜 只能撐一個禮拜 如果你要超過 像老師的客人 我就會跟他講 你要撐一個禮拜 還是要撐一個月 還是要撐三個月 三個月今天起來就不會是霧啊 不然怎麼撐三個月 這樣你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會先跟客人溝通 你要撐一個禮拜 還是一個月 還是兩個月 還是三個月 我用你的這個時間來調配方 也就是我用你的這個時間來調比例 我的比例從1比50到1比1 你就可以決定怎樣 他撐多久 他撐多久 所以你會看到 這不是一般SP做得到的 好 那這些綠 我們下午懶的這些綠 你們的原生法是不是黑法 老師就要讓你們看到 為什麼你們要習慣做法術 因為做了法術之後 是不是原生法懶起來了 好 這些法術要幹嘛 萬一像我的頭髮長出來的 我這一塊長出來 那我這一邊 這個下面 就是你們現在染出來這些顏色對不對 那他要來補這一塊 你就要有那個能力怎樣 找一個配方來補這一塊 跟他一模一樣的 這樣聽懂嗎 你不可以 人家有些客人不要怎樣 不要花很多錢枕頭攔 而且像我也不建議我的客人一直枕頭攔 很傷 還有一個就是 你說我們怎麼調都不傷 不可能 因為他還是誰 染高 他還是減性比較高 好 這樣會不會寫了 那如果我讓你們這樣自己寫了 你看光個咬牙率可以寫多少 可以寫出100條出來的 這樣聽懂嗎 什麼叫做配方 配方就是這樣 那我如果現在用7.1加000加6% 7.1加000加9% 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就是用這個方式寫出來的 好 那第二個焦糖色 焦糖色 焦糖色也就是我們講的 點三五點四五跟誰 點三二 老師希望你們試 點三五點四五比較常常使用對不對 老師希望你們試點三二 點三二啊 我告訴各位 點三二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來我們這裡是 雅麻綠 從這裡是 焦糖色 這裡是第二個焦糖色 點三二也就是我們的 七點三二加12% 而且為什麼點三二可以不需要膚色 因為它裡面有帶色 它可以去把我的黃色怎樣去掉 它可以去的很美 第八 九點三二加12% 第九 一千點二加12% 你們會看到一件事 它可以創造出很漂亮的焦糖 好如果你的頭上 頭上是那種粗硬髮的 很多頭髮的 那它又不希望以後退下來太紅的 你就可以把它的焦糖色怎樣加什麼 記得我要教各位這裡多寫一個加 誰 點一 因為點一是誰 綠 裡面有帶綠色 它可以把我的紅色怎樣 壓掉 也就是 來第十 如果你用一個方式 九點三二加九點一加12% 這一顆頭髮跟這一顆頭髮會差在哪裡 這一個 各位想一下它們會差在哪裡 九點三二加12%跟九點三二加九點一加12% 染在同一個客人頭上 它會差在哪裡 蛤 不是 記得 你們現在要認清楚 每一條染膏一定有它的作用 它差在哪裡 它多了誰 所以它要壓誰 對 所以它在退色過程 它會比較屬於誰 紅焦糖 記得 它會比較屬於誰 這樣聽懂沒有 所以你們可以用這樣去配這樣加 這樣配這樣加 點三二加點一加雙氧水 這個配方 老師在現場用量非常大 用量非常大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它不要退下來怎樣 太紅 它不喜歡退下來太紅的感覺 所以老師在現場用量還蠻大的 所以你們就會看到什麼 從這樣來做你就知道說 原來我的焦糖色 所以這一塊很重要 這一塊一定要記起來 它的主色是誰 複色是誰 你就可以知道怎麼去找配方出來 怎麼去找配方出來 所以你們會看到 我們的亞麻綠跟焦糖 我們可以把它創造出十個顏色 好 再來我們的紫紅 還有我們的什麼 紅色 那因為紫紅跟紅色都有卡到一個什麼 紅 對不對 都有卡到一個紅 是9那個第9的那個1 是點1然後加000嗎 第... 喔沒有 1000.2 你說第9的這個 1000.2 1000.2加12% 就是單獨使用就對了 來單獨使用 好來各位看一下亞麻綠跟焦糖有個問題 有沒有比較清楚說 如果O75 客人挑哪一個色調 你應該怎麼找配方 對不對 主色跟複色重不重要 重要 所以應該知道怎麼去找配方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我們的紫紅跟紅 另外你每天要幹嘛 對 那你到年紀大的時候 很多行業是真的不能繼續 唯獨只有我們可以 那你說你不要那麼累 可以 你就把它縮短時間 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本來做六天 你現在把它縮成做三天五天四天這樣 那我們台中有很多學生告訴我 他怎麼說 你知道 他說成早上八點到五點 他跟上班族一樣 對 然後 他的客人一樣留住那一些白貼的客人 這樣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 只有我們這個行業可以這樣持續 我覺得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 那 我的孩子啊 沒有人要接 所以 沒有人要跟我交 但是我也沒關係 因為我曾經告訴他們 我的老大大兒子就是 他說 媽媽 如果他自己跟我交 我那個大兒子非常優秀 不是我自己這樣講他 連我自己都佩服他 他就告訴我說 如果不是我很會讀書 我一定會跟你學 因為他雖然看到我很辛苦 但是他看到一定要走什麼 技術 唯獨只有技術 才會不用讓人家 不用去求人就對了 但是因為他們都 我的孩子都很會讀書 所以他們就一直往讀書去 我也都不管他們 反正個人走個人的 所以我們全家五個人都好忙 然後我老公搞得更忙 他又要上班 又要家事 又要應付我們四個人 就是我們四個人都有他的班表 他什麼時候放假 我們就有人就會說 我那一天要幹嘛 我那一天要幹嘛 所以他好忙 我們的那一趟上面最忙 所以我都覺得 其實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我覺得 你們要有自己的工作 做到老 那你自己把時間分配 如果你覺得體力不行了 就怎樣 縮短時間 我們現在也開始在縮短時間 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台北漫都都做到八點 現在都做到八點 而且月休八天 不然被抓到就罰 被抓到就罰 對 我們這個行業已經開始有點改了 不再像早期這樣的 你取消了 我們就標準 換你再標準 真的喔 好 那我等一下再用少的 所以我給你們按 通通按刪除了 不是取消 就按刪除了 好 來 我們回來看一下我們的紫紅跟紅色 那剛剛講的紫紅就是我們的主色就是誰 點乳 那我剛剛說複色只有誰 點三個 現在不要忘記 所以這樣你們會比較清楚 如果你們記得這樣的話 以後你們再寫配方就會很清楚 我們從十一開始 七根 七到十都是屬於焦糖 然後這個一是亞麻綠 好 我們從十一開始就是我們的紫紅 那紫紅色各位不要忘記了 紫紅在我們的現場只有看到三條籃膏 就是2.5 4.5 還有什麼 7.5 那你們現在想一下2.5跟7.5 差在哪裡 是一個比較深 一個比較什麼 淺而已 對不對 所以你們就要記得 它都在紫紅色裡面 可是它的複色一定要有 所以你一定要有 來 4.5加 一定要有一個什麼 點3.2 這是我們的 比較暗一點的紫紅 好 7.5 加 9.32 加 12 這個就是我們的紫紅色系 那我等一下會利用我寫的這些色系 來創造出 教你們怎麼來白髮 這個很重要 因為利用這些色系 如果今天那個 不要說阿善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的客人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 白髮的年齡層越來越低 那你要叫他懶黑嗎 對不對 如果是年輕人 那種三四十歲而已 就白髮 那你要叫他懶黑嗎 不可能阿 那他如果來 要求你說要懶什麼 我一樣要那些色系阿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們會說什麼 可以 哈哈 你們會說不行 有什麼 因為你們會出來 還好你今天有來 你會說不行 所以不行 永遠都是黑 深一點對不對 那深一點他就可以DIY的阿 還好你們有來 今天有來的人是你們的福氣 以後就不會再講什麼 不行的 央配染出流行色 因為很年輕的人很多白髮 尤其是男生 注意喔 男生比女生怎樣 多 不知道到底是他們壓力比較大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有發現到 我在台北這麼多客人裡面阿 如果是以年輕的 男生還比較多 比較多白髮 而且男生一把就全部很多 女生才會怎樣 鬼鬼 就是那裡一塊那裡穿插 可是男生有就很多 那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減短 因為短頭髮比較明顯 對比較明顯 好 紫紅色我們用4.5跟7.5來做代表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紅色 紅色 好紅色比較棘手了 為什麼 因為紅色我可以讓他很紅 也可以讓他稍微紅就好了 好紅色當然如果你要挑戰到 讓他懶得很高價的 我們今天寫的這些都是原生法一次 那一次上去你就會發現到一件事 他的紅會不會那麼紅 不會阿 那如果今天要有那種要比較紅的 那勢必我要兩次或三次 但是那個價位就要怎樣 比較高阿 因為我用的懶膏量可能會比較多 那我洗頭次數也會比較多次阿 所以就會比較高對不對 所以那紅色來正常 如果他的價位不高的要來紅色的你也可以 但是不要忘記了我們紅色用 有6.6加一樣是什麼 7.32我這個是隨便寫的 我等一下教各位怎麼去算它 好再來7.6加9.32加12它 所以我要各位看到寫配方是不是 你只要知道你在幹嘛 主色是誰、膚色是誰 是不是就很簡單對不對 好再來我們看到 點66可不可以用 我剛剛說點66可不可以用 我好喜歡我的5.66跟6.66 各位不要忘記 5.66跟6.66非常非常漂亮 好我們的5.66加7.32加9% 那我們再來一個比較 我剛剛沒有寫號碼 你們等一下要寫號碼 不然我會忘記 這裡是12 這裡是13 14 15 就是點號 因為我們有20數對不對 那我要你們留3、4數來做什麼 藍灰、綠灰、紫灰、紅灰 就是今天流行的什麼 霧感 4排的霧感 好16我們用一個最亮的 8.66加9.32加12% 所以我們的點66可以 不可以再度使用 但是它配在點32它是可以這樣用 好13、14是6 15、16是66 誰比較猛 誰比較猛 15 15跟16 不要忘記了 兩個6的紅色色數一定是比較多 它是加強 所以它是雙倍的紅 所以它一定是比較猛 如果你們有客人說 我想要亮一點、紅一點 你們就不要找6 就找誰 點66 用66 因為66下來的紅會比較漂亮 它會下來的紅比較漂亮 好 這個16 就是我們下午要染出這16數 你就會看到這些配方下去 每一條的顏色都很美 放在黑髮上面 好了 放在黑髮上面很美 我請各位要記得 現在你們就要知道 這個配方染在誰的頭上上來之後 它會變什麼色度 這個很重要 色調是不是找到了 那色度咧 是不知道 所以這個配方 就要去配我剛剛寫的這一天 對不對 好我們假設 我們假設用這一個 就直接這一個 染在 好染在這一塊 這個顏色是誰 目標色是 紫紅 對不對 好我要7度的紫紅 客人直接要挑7度的紫紅 幾度是你們在看 客人不會看幾度 所以那個幾度是你們看到髮型書 大概像幾度的顏色 你們就 那如果你們真的找不出來 那幾度 我教你們一個方式 去拿我們色卡的1到10號 對 1到10號去把它拔起來 1到10號去對 你就知道他的頭髮大概幾度 這樣我聽懂 嘿 我們東方人 應該都會放在345 345 有人5 因為有人比較 給咖啡 就會放在345 比較多 好 你會看到我的主色是4.5 我就看到它是紫紅色 但是我今天要求你 我要到7度 因為我要稍微亮一點 那你怎麼知道說 我這個配方出來它有沒有7度 現在我要教各位怎麼算的 所以你要記得 當你有兩條染膏或一條染膏的時候 都不管 你要先算染膏本身的色度 也就是說 今天我現在算我們的11號 4.50幾度 7.32幾度 7.32 所以這兩條染膏 和在一起 記得 有色素的人 和在一起 你要除以2 因為你要再分回去 我們兩個都拿錢出來 我們就要再分回去 這樣聽懂沒有 好 請各位注意 雙氧水有沒有色素 雙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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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氧水只是幫你 退色跟 淨色 記得喔 雙氧水只是幫你 退色跟淨色 它本身沒有色素 所以你不需要分給它 它只需要做這一天 就是 退或近 退一度或近一度 這樣有沒有聽懂 那我現在 4.5加7.32 我們現在先不考慮原生法 我們原生法 這個客人 我把它列為 他看到他的頭髮是很粗的 大概3度 如果我看到這個客人的頭髮 是很粗的 大概3度 那他的配方 來請你們 就要寫出他的配方 我剛剛說 我們用這個配方 4.5加7.32加9% 但是不可以等到調好了 攔好了才看到什麼 太暗或太淺 所以你們現在要有預知能力 我要你們 現在就是 一定要有預知能力 我現在寫出來 可以幫我攔出來 就要達到我現在要的什麼 目標色 七度的紫紅 這樣有沒有聽懂 好了 那你們現在怎麼辦 先算 那你會說 是很麻煩 每次攔頭髮都要算 不會 看久了就不用算 欸 你只要看久了 像我這樣看久了 就不用算了 那因為這一套配方老師 在身後已經教了大概10年 那這一套是我自己創造出來的 因為我發現它比較容易讓你們理解 那理解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 攔頭髮很簡單 好 好 我剛剛說這兩條很高是幾度 5.5 欸 對 4加7等於11 所以2等於就是啥 5.5度 5.5度 有沒有看到這一碗 挑一挑變成5.5度 好了 5.5度之後要加9% 9%在哪裡 所以你要加幾度 它是粗髮 我已經告訴你 這個客人的頭髮是粗硬髮三度射 所以是加多少 5 在我們聽懂 加1 所以等於多少 6.5度 這一碗懶膏是6.5度 但是你要想喔 不是他6.5度我懶上去就怎樣 6.5度 你要考慮誰 原生法 這個原生法 如果他本身的射度已經到6度 那當然OK啊 可是原生法幾度 3度 好了 原生法有沒有射速 嘿 記得 只要記得我一句話 有射速的人 相將 就要除以二 沒有射速的人 相將 相減 就不除以二 所以現在 挑完的這一碗懶膏是6.5度 我要去懶在 這一個客人的頭上 記得 那這一個客人是幾度 3度 所以你要6.5加3 等於多少 要不要 除以二 要不要 要 因為他有射速的 所以除以二等於多少 4.75 4.75 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為什麼 差太多了 太暗了 每一次算出來 不可以 差一度 你可以 也不可以 高 因為頭髮 會不會褪色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我現在懶好了 那我回家洗個一個禮拜 會不會加量 所以不可以高 只可以剛好 或者是低 那低 不可以低到一度以上 那最好的 就是低0.5 因為你回家洗個一個禮拜 就怎樣 就剛剛好 所以這樣是不是差太多了 就明明知道這個配方可不可以 請問一下 6.5加3 那個是什麼 原生法 原生法 如果他的原生法是6 這樣就不一樣了 所以你們現在要考慮到 這個客人的原生法是幾度 那原生法如果他又更黑 你把它放在2 又不一樣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看到 現在4.75 跟我的7度會不會差太多 所以如果你們沒有這樣算 這個配方直接下 攔起來會怎樣 太黑啊 黑啊 黑啊 對啊這樣聽懂了沒有 所以你就不能調這樣的配方 你如果懂了 會了你就不能調這個配方 你應該怎樣 改 好 改配方怎麼改 記得 不可以離開誰 主色 主色 對 那4.5太暗了 我就去用誰 7.5啊 對啊 對啊 我就用7.5啊 那各位來 你們算這一個 不要知道 你們答案 你們給我答案 我就知道你們會不會了 7.5 我們如果現在覺得他不行了 那我要換了對不對 我換成7.5加9.32加12% 你們給我幾度 來 在這個客人頭上 變幾度 試著算看看 你就會知道說 我就知道 你給我答案 我就知道你錯在哪裡 7.5加9.32加12% 啊 多少 擀上去的喔 擀上去頭髮的喔 直接算環 12% 我們現在算的是這一個 好 告訴我幾度 我發現你們好優秀喔 那個筆記寫的好漂亮喔 不要再做一件事就是 每一次都要等到客人洗完頭上來才知道結果 但是那個結果已經有可能怎樣 錯的結果 你就會很難處理 而且如果一次兩次三次這樣 不是只有你的自信心 會沒有 會怎樣 客人會覺得 為什麼我每一次要的顏色都 沒有達到 或沒有出來喔 通通要算喔 我才知道 你們到底 有沒有聽懂我早上講的 7.5加9.32 就是先把這兩條懶膏 好 6.5 好 還有其他人有沒有答案 全部都6.5 這班是我看過最優秀的耶 我通常第一次問都有 至少有四個答案以上 妹妹你的咧 你們那一邊的咧 右邊的咧 還沒好 通通給我答案我就知道你錯在哪裡喔 那你錯在哪裡 如果我跟你講你錯在哪一個環節 你就會知道 你們都6.5 6.5 帥哥咧 蛤 阿你為什麼不敢講 5 我沒有說6.5 對啊 5 好其他人咧 妹妹你咧 蛤 5 不會有3 你們哪裡來的3 不是5就是 反正都一定會5 通通 你再一次 5.3 怎麼講的 那如果你們在櫃檯都有計算機啊對不對 如果你們現在這樣 或者是在 在你們的調配區啊 放一個計算機 嘿這樣會比較快 我要告訴各位 你做個一個月這個動作 以後你調配很厲害 嘿 就不會失誤太大 你咧 6.5 6.5 5 你們咧 5 不會算 你咧 5 那你咧 7 7 好我剛剛說有4個答案以上 所以就會跳出4個答案以上喔 經理你有沒有聽懂 有 你看不到 看不到 你能聽到 你能感到嗎 對 對 他 他怕我一直問他 好 然後我們旁邊 妹妹 好了嗎 阿你咧 所以現在沒有算出大家的舉手 兩個 三個 沒有關係我們在上課啊 會跟不會都無所謂 那不會你要更有感講 不會等一下你就會了 好 為什麼我有6.5 5跟7來處理看一下 我說7.5加9.32 他們是兩條懶膏對不對 所以你先處理這兩條懶膏 這兩條懶膏等於幾度 8 很簡單嘛 8 8怎麼出來的 有沒有同學 第一條懶膏是7 第二條懶膏是9 所以等於16 他們兩條會等於多少 8 8度到這裡 知道嗎 對不對 因為兩條懶膏要和在一起啊 因為我現在講都是1比1喔 兩條懶膏和在一起的時候 他變8 這個12%咧 2度 出法 多少 2度 所以 8 加2等於多少 10 要不要出以2 不要 不用 沒有出 對 沒有出 沒有出喔 所以這一碗懶膏光調好的時候 它是幾度 10度 10度喔 記得它是10度 那我要放到哪裡去 3 我要放到我的原生法3 所以等於多少 3 除以2等於多少 2 這樣有沒有聽懂 所以 你們剛剛為什麼會算5 你知道嗎 對 所以你看 我現在這樣跟你講 你就會知道說 以後你不會再除雙氧這件事了 雙氧 它沒有色素 所以你不應該分給它 它沒有拿錢出來 你不要再分給它 老師 再加熱一下 還會更激 啊 再加熱嗎 我們懶頭髮不加熱的喔 老師懶了20年頭髮 從來沒有加熱這件事喔 因為我不希望你們做加熱這個動作 為什麼 第一個 加熱會破壞毛鱗片 加熱的之後 會把輕箭打斷 所以它會破壞的更側 那當然它會懶頭髮速度 會不會比較快 會 但是相對的 它是成正比的 它對色會怎樣 更壞 更壞 所以你寧可怎樣 讓它多等 也不可以加熱 因為其實我不太建議加熱 我們的洋蔥懶膏是不需要加熱 隨便上都很漂亮 你們下午在懶法術 懶一懶蓋著 根本都不需要管它 等一下沖下來 我就要讓你們看到 它的顏色會怎樣 更飽和 更飽和 所以我們在懶頭髮 是不需要加熱 還有 加熱可以避免一件事 就是頭皮 你的頭皮 有些人碰到溫度 它就會癢 不是因為懶膏會癢 這樣有沒有聽懂 因為很多人啊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皮膚 如果乾乾的會不會癢 會癢 加熱會讓皮膚變乾 記得 熱源會讓皮膚變乾 那在加熱的過程裡面 頭皮只要一勺變乾 它自己本身頭皮就會癢 但是它會怪誰 是我們的懶膏會癢 這樣知道嗎 所以我不建議加熱 所以我在做懶膏的算法這一塊 我是完全沒有把熱算在裡面 因為我從來沒有加熱過 而且又省電 我們的電很貴 夏天 店裡面的電 一個月飆到兩萬 所以是很可怕 一個月喔 而且台電很聰明 他看到你們家電費比較高的時候 他不會 我們不是家用都兩個月一次嗎 我們電用的 他不會給你兩個月一次 為什麼 他怕你繳不出來 所以他就一個月來一張 所以夏天很恐怖 所以這個時候 6.5度 我說他剛好差多少 0.5度 回家洗個一個禮拜 就剛剛好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必須用這個方式 你才知道說 喔原來你有預知的能力 你不可以像剛剛配方寫上去 懶上來就怎樣 哇太暗了怎麼辦 他再一次嗎 再一次客人也不要 我們也不要 因為你再懶一次 你就會覺得怎樣 第一個很麻煩 所以你寧可這樣先算 來剛剛再解釋一遍的 有沒有人來聽不懂 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好那如果 如果我今天目標設換了 客人換了 他要什麼 他要6度的焦糖 來告訴我 這樣你配方找得到了嗎 現在客人看到髮型書 只有看到6度的焦糖紅 那你要有那個能力 原生法還是一樣 初法的三度 那你要有那個能力 自己找到誰 配方 那也就是說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焦糖紅是用誰來配 點 點三五 點四五 還有咧 點三二 這些都可以 但是 來 你的主色 複色 或者是單一條 都沒有關係 但是配起來 就是要剛好怎樣 6度 有沒有能力寫出來 我現在如果 我是你的客人 我來跟你說 我要6度的焦糖紅 那我的原生法是3度 那你要有能力寫出配方 你才能去調啊 而且你調出來 就是染起來就是要怎樣 6度的焦糖紅 好 怎麼找 先找主色 我們在旁邊已經很清楚告訴你 主色是誰 點三五 點四五 還有咧 點三二 這三條都可以當為主色 那你們就可以這樣找出來 那 複色是誰 零零零 或 點三 或 點三 點三二 都可以 那最簡單的方式 來 最簡單的方式 如果你們現在找不到 你就可以怎樣 單獨一條啊 九點三二 加 九八 這是我亂寫的喔 好 如果你看到 欸 老實說 我真的找不到 算不到 我就去找九點三二 一千點二 七點三二都可以 對不對 但是 現在重點來的 你是不是要先算一下 可不可以色度可不可以 你已經找到配方了 但是你要知道色度可不可以 所以來 告訴我 九點三二加九 他染上去會變幾度 這麼快 幾度 五點五 喔 越來越快了 五點五 其他同學咧 他只有一條了嗎 所以他只有一條 就不用算了 他就是幾度 九度 只有加雙氧水 來 加雙氧水之後 就會變多少 十度 好 一樣啊 上面啊 就是初髮的山啊 所以你們就從這邊 你就可以看到 你們要怎麼去找配方 那已經找到配方 也要知道怎樣 對不對 喔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齁 所以跟你的五點五怎麼來的 還是加 不是 你還是加了雙氧水又除以二 啊你沒有加原生吧 對啊 再一次 六點五 還有沒有 其他人咧 還有沒有 是 還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你現在只有一條喔 注意喔 只有一條 所以我要你們搞懂事 我說有色素的才需要 本 沒有色素的只是為了輔助他幹嘛 進色或退色 雙氧水本來就是要輔助他進色或退色 所以我們這個配方很簡單 如果你把它拆開 9.32加9%很明顯 它就是幾度 十度 十度啊 對不對 因為它是初髮 所以我只加一度 所以你會看到 它是只有十度 就很簡單 它只有十度啊 十度去懶在誰頭上 就會產生不一樣 我們現在十度要去懶在誰 三啊 所以他們誰多少 六點五 六點五 所以它是多少 六點五 有沒有人還不知道這個六點五怎麼來 因為它是十啊 這一碗配方是十度 懶在誰頭上 三 好我要告訴各位 早期有很多老師怎麼教 他們直接去把原生法剪掉 這樣是錯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我做了大概有三百條的法術 我發現這樣是錯的 我才把它推翻的 為什麼我要把它推翻 為什麼我覺得它是錯的 因為我剛剛講到一件事了 這裡面有沒有色素 你不可以直接把它剪掉 因為你直接把它剪掉就不對了 因為它有色素 它的色素是跟它要結合的 也要貢獻的 所以它們兩個必須要相加 再處理二 我覺得這樣算出來 跟我每一次染出來的色度 才會一樣 那如果我現在直接去把它剪 我們在很多公司 或早期很多老師他都這樣教 他就直接把十怎樣 去剪三 對 全部都這樣 但是為什麼老師要把它推翻 因為我當然一開始我也不會跟大家講 我是自己一直做 我做了大概真的不只大概三百條 我就發現色度不對 這樣不對 因為每一次把它剪掉之後都怎樣 太高 實際上我們染出來都沒有那麼淺 這樣有沒有聽懂我意思 實際上我們染出來 為什麼 因為我這些配方 還要必須去處理我的黑髮 我們原生麥拉琳的黑髮 不是讓你剪就剪的 它沒有那麼容易掉下來 嘿 所以我後來發現這個方式是錯的 因為它剪掉之後 你會看到 你每一天在塵色 你這個氧化時間一定要到 因為很多人染頭髮 就是因為氧化時間不到 就急著怎樣 沖水 那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第一個 顏色不飽和 因為它沒有氧化完全 第二個 它回家洗髮精 洗一洗洗一洗 會怎樣 很快就退色了 所以 在染頭髮染得好不好 跟這些過程有沒有關係 有 但是你們都舒服掉 這些細節 都覺得 染一染上去了 我現在抓 就看到什麼 上去了 但是你氧化時間沒有到 去沖水 它第一次沖水掉下來一些 回家又繼續掉 你就會發現 它那一顆頭髮顏色怎樣 不飽和 沒有這麼飽和 所以 我希望各位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們在氧化時間 一定要足夠 如果沒有足夠 你染出來的話 絕對不會漂亮 像老師的客人 我一定堅持 你們可以學老師一個模式 我們家 我們電很多計時器 所有的客人 不管一劑二劑 燙頭髮 染頭髮 全部都放計時器 在他們面前 為什麼 是這樣的 對 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客人比我們還急 而且客人很沒有安全感 不要說他 其實人都是這樣 什麼叫很沒有安全感 我現在在幫他看頭髮 他可能跟我 欸 聊聊聊 很好對不對 但是我已經上一期或二劑了 可是我沒有放計時器的情況下 第二個客人進來的時候 我會去接對不對 他會開始不安心了 他會覺得 你忘記我的 對 你忘記我的 所以你必須要放計時器 就是第一個要讓客人安心 第二個時間到了 客人會叫你 要不然你會怎樣 你如果沒有放計時器 我告訴你一件事 我現在幫他上了二劑 要等十五分對不對 其實我有在看時間 十五分 但是客人通常不會注意時間 我已經去幫他剪頭髮 或幫他接頭髮 他就會開始怎樣 欸 我的好了沒 因為他開始有點緊張 然後如果我跟他說 喔 還沒你還有十二分 他不相信 為什麼 他會覺得你是因為要做他 就會跟他講說 你還十二分 他不相信 所以只有那一刻計時器 放在這裡 他會怎樣 對 而且我告訴你 我們學生就很可愛 他說老師 我的客人給我偷條 為什麼 真的很可愛 我們現在上去不是要時間 那我們都會跟他講 這個時間一定要到 如果這個時間不到 養化時間不到 他可能很容易怎樣 褪色或怎樣 但是有些客人真的很急 你有沒有一種客人走進來會怎樣 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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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捏一直捏 那一種客人就是低型人 他在心理學上面是低型人 那一種客人你一定要先做一個動作 要不然你會留不住他 其實你很忙 你都要做一個動作 我現在在幫他剪頭髮 然後那個客人從門進來就一直喊 要等我 我心裡想說有沒有客人你也看到 要等我你也知道 為什麼要一直喊一直問對不對 然後啊他會 快點我要剪好了 其實他沒有那麼忙 他沒事 他是個性 那你一定要做一個動作 你就起來 去帶他 帶來旁邊坐著 你先等我一下 他要剪頭髮 等一下 你只要安撫他 他就好了 他其實沒有那麼感 他是嘴巴一直唸而已 那種人就是這樣 因為他很急 那我說他會偷調欸 什麼意思 我說40分 然後我就給他放這裡40分 然後我就去忙對不對 然後他看到剩下10分鐘 他就拿來偷按剩下5分鐘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 他自己覺得 差5 他不會調很多 他自己覺得差5分鐘怎樣 應該沒有 不會差太大 但是我就跟你講 很多客人真的很急 那種很急的客人 如果你要跟他當好朋友 你要一定要安撫他 要不然他不會來了 為什麼 因為那種一直喊一直喊的 如果你沒有理他 他會覺得他不被尊重 他不被尊重 因為確實有很多怎樣 其實我們做美髮的人 自己也很急 有沒有覺得我們個性都很急 所以啊 我覺得你們要去 每一個客人去分析說 他到底是那種慢狼中的 還是那種急性質的 你就可以把他應付得很好 那我常講 我常都跟我的學生講 其實老師 我自己認為 我真的是一個生意人 就是真的是在生意場所的生意人 不是一個做技術的人而已 如果你是一個技術人 你不一定生意會很好 為什麼 因為你不懂得安撫人 那那個技術不是很好的 只有一半技術 人家搞不好他生意好得不得了 你知道為什麼 我現在看到我國家在屏東 隔壁那家美容院就是這樣 我有一次曾經站在門口 看到他客人這樣出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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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的髮型一模一樣 從早上到晚上全部都一模一樣 但是我伯伯告訴我說 是 跑到一個你知道賺錢賺到翻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很會跟阿桑聊天 他很會安撫那些歐巴桑 明明看到五六個這樣燙頭髮 是不是要等到下午也沒關係 因為他們要在那裡聊八卦 然後那個人就還會跟他聊八卦 所以其實他有做生意的一套 對 他生意好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不是技術好就好了 要真的要會做生意 好 這一塊有沒有看出來 怎麼回事了 懂了嗎 可以了齁 確定 因為這個很重要 這個可以讓你起來至少怎樣 不要插太多 不要插太多 所以你會看到一個 主色跟複色你只要知道了之後 你要去找配方是不是很簡單 那配方出來之後 你要再去看一下色度 你就會發現 我真的有預知能力 我可以讓他剛好差不多在接近 我要的那個色素跟色調 那個是不一樣的感覺 好 再來 利用這些配方 我現在要告訴各位 利用這些配方 去染流行色的白髮 什麼意思 我們流行色的白髮 也可以幫他染羊毛綠 焦糖 紫紅紅色 聽懂嗎 好 這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他有一個 老師自己寫的一個程式 一個公司 你們只要記得 你的配方 你的配方 算起來 加起來 好 我們現在只有兩個雙羊水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講白髮 白髮只有用在6%跟幾% 9% 記得 只有用在6跟9 什麼時候用6 細軟髮 細軟髮用6% 初印髮用幾% 好 你們都錯了 都覺得白髮應該要用6% 都不敢用到9% 結果導致怎樣 因為我剛剛說我有沒有加熱 我沒有加熱 那白髮是不是比較健康 在沒有加熱的情況下 他進不去 他只有停留在哪裡 表面 所以你回家洗一洗之後 他就怎樣 他就掉了 你就覺得是你的配方沒有進去白髮 不是 是因為他沒有進去 他沒有真的進到皮脂層 所以白髮很重要的是 你在這一塊初印髮一定要用9% 不然你進不去 因為我選擇不加熱 我選擇不加熱 所以進不去 好 流行色的白髮 各位要記得 流行色的白髮 很重要一點就是 你的兩條懶膏 相加不要超過12% 不要超過12% 腹色1到10% 沒有其他人 記得喔 沒有其他人 腹色永遠都是1到12% 1到10% 主色 各位記得喔 主色就是誰 客人挑的是什麼 顏色嘛 就是我們那幾個色調 有沒有聽懂 主色就是他們 腹色就是1到10% 但是通常我們來流行色的白髮 只會加到6% 記得喔 只會加到6% 也就是我們的肌色 好 什麼意思齁 主色加腹色 不要超過12% 也就是盡量把它放在10% 11% 12% 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我要來癢癢 我要來焦糖好了 這個 0.35% 我們是不是正常很會用 5.35% 6.35% 來癢白髮對不對 是不是很美 好來 假設這個主色 我寫了5.35% 腹色我要放多少 我說不超過12% 所以老師在現場都會教我的設計師跟助理 盡量把它放在11% 因為我教他不要超過12% 也不要低於10% 然後他們有時候就會有點迷糊對不對 我就乾脆就叫他們怎樣 舉中間 通通給我放在多少 11 這樣我們是怎麼回事 好 這裡是幾度 5 所以要放在11 這裡就要誰 這樣聽了有沒有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我們白髮 你們今天來如果學到老師這塊白髮就夠了齁 這就是我們白髮的密集 也就是他要攬在流行色的白髮一次就讓他過 而且不透光 而且不透光 但是要記得喔 但是要記得 他只能放在大概6度上下 他不會很亮也不會怎樣 很暗 他不會很亮也不會很暗 所以你可以放在 那好 雙氧水 細髮我就加多少 6 粗髮我就加多少 這樣子聽懂 嘿 也就是說這一塊很重要齁 來我再跟各位講一下 主色如果 我現在要 紅色的主色 加 加雙氧水 這個是 雞色 好 紅色的主色加雞色加雙氧水 也就是說 客人今天挑的是誰 紅色我就用 好來我假設齁 假設老師用 很高 8.66 可不可以染白髮 你們以前都不敢用6以上 對不對 那我要告訴你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但是這裡就要加多少 我說不可以超過 12 嘿 11 你就把它放在11 所以他是多少 30 這樣聽懂嗎 很漂亮 所以 那請各位等一下注意到一點就是 這裡原色 000 GCM BCM 還有 1000點幾的 他都算幾度 10度 這樣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不敢用了 原色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我要告訴各位 原色可以用 老師常常用的一件事 原色是可以用的 我甚至可以用誰 欸 欸 各位 紅色是誰 欸 那我這裡就要加誰 不可以超過 11 所以他是誰 有什麼 你們剛剛說話咧 就一直比 為什麼不敢加 1啊 所以你們以前都不敢用123 嘿 123你們都不敢用 你要123下去配多漂亮啊 嘿 所以老師店裡面所有的客人 染白把蘭出來都是流行色 就大概會在5、6度 很漂亮的顏色 那 那個主色就去找什麼 四個 這塊有沒有人聽不懂 那記得喔 這塊你要聽懂 那是說一那個是鬆氧 不是啦 不是啦 藍膏啦 藍膏 激色 激色 這裡是激色 鬆氧是鬆氧 鬆氧是因為 我如果是初印法我就配誰 我剛剛說初印法就配誰 嘿 如果是細軟法就配誰 嘿 就這樣 就插在這裡 那這樣的配方抓出來 全部都會在6上下 就是他出來的色度都會在5、6之間 會很漂亮的流行色 那各位不要忘記了 5、6度再洗一下去大概6度有沒有 6度多 那個顏色都很美 但是主色調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喔 對 主色調不一樣喔 所以各位不要忘記這一點喔 所以我希望各位可以這樣試喔 因為我們的白髮真的很多了 現在也很多了 那如果你是做男生對不對 男生我會建議你 通通放在第一個色調 癢麻綠 癢麻綠 因為男生不要讓他退晚之後偏紅 所以男生的白髮 年輕人來懶頭髮 我幾乎都會放在癢麻綠 也就是我全部都用1去加 好什麼意思 如果男生的我如果用5.1 那要加多少 黑啊 或者是5 如果你看到他的白髮是50%以上 就是很多的 如果你看到他枕頭的白髮的量 很多的 你就可以加起來是10就好了 或9就好了 如果他不多的 你就可以加起來11 如果又更少的 加起來可以多少 12 但是不可以超過多少 12 超過12就透光了 我試太多了喔 超過12就透光了 就不行 所以這裡你可以加多少 5 也可以加多少 這樣知道嗎 你就用這個方式 那各位不要忘記 男生也有細軟髮 不是男生的頭髮都一樣是粗的喔 如果男生如果是細軟髮 我就要加多少 因為1 是綠色 他可以把我的什麼壓掉 紅色 他下個月回來撿頭髮 你就會發現他頭髮很美 要不然你會看到一件事 你知道早期老師 剛在試洋蔥 我們洋蔥出來的時候 我剛開始試有點嚇到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 我們的洋蔥 4號跟5號都偏紅 紅喔 我現在講偏紅 我們把它想成 4號跟5號是不是極色 結果我把它拿來試在男生的白髮 就是來 4號跟5號 當天來起來是不是都好好的 暗暗的對不對 結果他是不是一個月要回來撿頭髮 回來我自己都嚇到 整頭紅的 就整個紅色的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4號 我後來跟實驗師講 4號跟5號太紅了 他們說 對4號跟5號本身就帶怎樣 太紅 所以我後來就發現到一件事 如果你害怕太紅 你就把它主色放怎樣 高一點 那激色怎樣 低一點 就是暗一點 也就是說 我可以怎樣 我可以這樣啊 一樣加起來是11 但是我可以放怎樣 7.1我要加多少 4或3 這樣聽懂沒有 我把這個高一點 把這個怎樣 低一點 因為1到3號裡面沒有那麼紅 4跟5跟6很紅 那我不要那麼紅 所以啊 老師在店裡面用123的比率非常非常高 可是很多人告訴我說 他們沒有叫過1 他們沒有叫過1跟2 不對齁 因為123很好用齁 所以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試在白髮上 白髮上 因為我發現白髮這一塊 也還蠻重要的一點齁 這樣有沒有聽到 所以 蛤 蛤 哪一個是 都是激色啊 第二個是激色 所以不要忘記了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主色 一個是什麼 複色 那現在白髮這個配方的那個 激色就是誰 複色 對 它就是複色 白髮一定要有激色喔 沒有激色會不會過 不會過 你不要跟我說 我直接用 點5按一點點這樣來一按 不會過 一定要去配誰 激色 因為染白髮很重要的一句話 自己要記得 一定要有 冷色調加暖色調 兩個人顏色相加 才可以把白髮壓過 所以你的冷色調從哪裡來 激色 我剛剛說激色裡面有什麼 藍 對不對 那藍色是誰 冷色調記得 那我的紅啊 我現在的 點5啊 點6啊 都是屬於什麼 紅對不對 還有 焦糖色其實也帶有一點點 暖色調 因為它有三 所以這些都必須要去找一個什麼 冷色調來配 不然你白髮是一定不會過的 一定會透光 所以你只要記得 染白髮一定要有 冷色調加暖色調 那這個冷色調 我們通常都會找激色 我們通常都會找激色 這樣你白髮就可以來得很好 尤其是男生 男生要注意 男生盡量都把它放在第一個 雅麻綠 雅麻綠那些配方通通都可以 你只要兩個人算起來不要超過 那男生的頭髮 如果他真的很白 50%以上 跟女生一樣50%以上 就算起來就給他10就好了 你就記得這樣比較乾脆 兩個人相加不要超過10度一定會很漂亮 而且又怎樣又不會太黑 你不要把那個年輕的男生有沒有 懶得一頭黑一髮出去 我常常看到一件事就是理髮廳 理髮廳他們在幫人家懶那個白髮有沒有 懶出去都黑的 就全黑的 因為他們習慣 而且他們可能用那些懶頭給習慣了 但是現在的人不一樣了 他們漸漸發現一件事 頭髮懶黑看起來會怎樣 比較老 那早期的阿上是懶黑怎樣 比較年輕對不對 可是沒有 現在阿上 我不知道你們這邊的阿上會不會 我們開的阿上都不給你懶黑喔 他都不要給你懶黑 好來 這個1到16請各位 你們都有筆記有寫起來嗎 有寫起來喔 因為這個1到16也就是我們下午要懶的配方 我們下午要懶的配方 他寫在你們的法術上面的 這一塊ok喔 這一塊我要擦掉喔 好 老師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妳說 那個7.1那個加4那個他懶船會幾度12 哪裡 加2 那剛剛誰會擦 我說所有的懶膏只要不超過12 所有的配方懶出來都會放在5、6 5、6 那這個5、6誰會比較暗 誰會比較淺 白髮越多的就越淺 就這樣做啊 因為我們白髮的比例不會每個人都一樣 所以通常都會放在大概5、6度 那各位要記得喔 我很喜歡懶阿桑的什麼 這個 紅色 因為他們要用紅色系 又有白髮 然後他都說他們以前都想要看到人家有一點點銅有沒有 可是因為他有白髮都會變成有一點透光白白的霧霧的 所以我後來我要告訴各位 如果他要懶紅色 來假設他要懶紅色我就用多少 5.66 雞色多少 那如果他是細胞加6% 雞色多少 多少 5啊 5兩個加起來不是10而已嗎 6兩個加起來多少 11 如果用4勒 9 也就是說這個9、10、11 我是看白髮的量 這個白髮量很多的我就用這一個 白髮量中間的我就用這一個 白髮量中間的我就用這一個 白髮量只有30%以下的 就是不多的我就用這一個 他懶出來非常漂亮 回家你們可以試試 就是有白髮的人可以這樣試 超美的 而且他起來之後就變成紫紅 因為如果你顏色不要放太淺的話 他懶出來就會變紫紅 所以9、10、11 這個去抓白髮量 因為每個人白髮量會不會一樣 我們在台灣還很少看到枕頭白髮 不多 那如果他是枕頭白髮 我都會叫他不要懶 那個枕頭白髮是不是很美 很美欸 他就亮亮的金金 很美 所以他不多 所以這一塊白髮一定要好好這樣運用 因為我發現白髮的人是不是越來越多 如果你有能力幫他每一次來出來 都是他要的那些色調 他不會去給別人來 而且他更不會自己來 因為他自己來有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他來出來一定不行的 好 那我們再講一塊這裡 我們說今年流行的什麼 藍灰 綠灰 還有呢 紫灰 來 各位看到我們今年流行的藍灰 綠灰 紫灰 各位會看到一件事 藍灰裡面就是帶什麼顏色 藍色嘛 那我剛剛講的 你要先跟客戶溝通 他要停多久 如果我今天要讓你馬上看到那個 網路上偷的那些霧感 我要告訴各位 他只能停一個禮拜 真的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我們店裡面的妹妹讓我試過 停三天 為什麼 他每天洗頭 結果剛好停三天 所以就停三次洗頭 如果你三天洗一次 你剛好停九天 如果你一個禮拜停一次 洗一次你就剛好停三個禮拜 這樣可以懂嗎 所以 那我去抓什麼 抓那個比例 抓那個比例 藍灰 綠灰 紫灰 你們要先想好一件事 那這些頭髮不要忘記喔 只要帶有灰這個字 一定要怎樣 這個一定要漂 這個沒有漂 一定要到八度以上 不藍灰出來 八度以上 好 這個漂 我剛剛說的 漂完之後的一個動作很重要 也就是什麼 洗色 這個洗色你們回家一定要做齁 漂完了之後到八度的第一個動作一定要做什麼 洗色 好 什麼叫做洗色 你漂完頭髮要不要去洗頭髮 所以洗色就是在洗頭髮那個時候做 但是不可以給我隨便在手上這樣貨 一定要幹嘛 你用你的深層洗髮精 用正常的量 就是我要幫這個客人洗頭的量 就是我要幫這個客人洗頭的量 加 BCM BCC BCM是什麼 染膏喔 就是染膏 但是我不需要讓它氧化 我不可以讓它氧化 所以有那個加雙氧水 那這個不可以隨便在手上貨一貨就這樣上去 因為這樣這樣不吃 一定要在藍碗裡面用攪拌器把它這樣 拌均勻 那現在你們也可以用我們的什麼 我們的結晶乳 就是我們的大掃除的那一瓶洗髮精 那一瓶也可以去 因為它很深層對不對 好 深層洗髮精的量 就是我們要洗這一顆頭髮的量 因為它瓢完要不要洗 要洗啊 你瓢完去要不要用洗髮精 一定要記得 動過瓢粉的頭髮一定要用洗髮精 好 深層洗髮精加BCM 半均勻之後 那一坨洗髮精 直接挖來幹嘛 洗頭 這個動作有洗 跟沒洗 差在哪裡 之後的褪色 它以後褪色就不會那麼抬 要不然我們覺得那個褪色回來 是不是黃黃的 真的很臭 真的很抬 所以深層洗髮精加BCM BCC 這個洗色很重要 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下午我會教你們怎麼洗 好 為什麼要用BCM 它要去什麼 它要去滑 所以下午我會讓你們留四素 留四素 就來漂 漂完之後我就教你們洗 你們就會看到一件事 在洗的過程 那個黃色會怎樣 就不見了 就不見了 每一顆頭都要這樣洗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你染出來頭髮都很漂亮 而且它褪色過程都很美 好 洗色完之後 來我們先從藍灰 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藍灰表示它裡面帶有什麼 藍色對不對 那綠灰呢 綠色 紫灰 紫灰 紫色 就很簡單 那誰 誰裡面有帶綠色 紫色 藍色 就是 藍灰的主要色調 綠灰的主要色調 請你要記得他們是誰 好 藍灰的主要色調是 BCM 將 點二 應該說點三二跟點二 我都會把我放 點三二 綠灰的 綠灰的是 點一 綠灰是 點一 將 G CM 成二 好 紫灰就是 只有 點二跟 一千點二 就是 點二 系列的 點三二 跟 點二 系列的 主要色調 主要色調 好 那這些配方怎麼去找 記得這些配方怎麼去找 我所 我所謂的 一比一 十比一 二十比一 你們就用這樣去找 找到 退 最多到 三十比一 你就會發現 他 應該說 他退色過程多久 來 你們現在看到 如果用一比一 跟 我這樣抓好了 五比一 跟 十比一 二十比一 三十比一 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 所以各位你們在 懶頭盤不用秤 一定要秤 因為 一定要用秤的 沒有用秤的 沒有辦法做出很好的調色石 因為沒有秤 你永遠都不會抓得到 好 一比一 什麼意思 就是 BCM加 0.32 是1比1 但是 如果是 5比1 就是 這個比較多的是 0.32 因為 它是什麼 它是原色 好 藍灰也就是 我大概寫 藍灰也就是 BCM 如果我去加 7.32 加 3% 我現在要橙色 我都會放在幾% 3% 因為它比較 淨色能力比較好 而且 它顏色會比較飽和 退色的時間會比較 久一點 就不要那麼快 好 這個是1比1 好 來 5比1是 7.32 加 BCM 所以 BCM是多少 1喔 它是5喔 不要忘記喔 也就是這樣寫 好 我要讓各位看到一件事 哪裡不一樣 來 7.32 加 BCM 加 3% 第一個 7.32 都是 一個1 一個5 一個10 一個20 一個30 後面的BCM是比較少 對不對 但是它就是 退色的時間 退色時間 也就是說 老師現在這樣抓出來喔 這裡 搞不好可以撐 3個月 還看得到那個藍圍 這裡 搞不好可以撐 一個半月 這裡 搞不好剩下多少 一個月 這裡剩下半個月 這裡剩下一個禮拜 這樣我聽懂 所以你要看到 你要讓它撐多久 撐多久而來調色 因為撐多久來調色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所以你會看到啊 如果是我 我會跟客人溝通啊 你要撐多久 但是 當然起來會不會一樣 哪一個比較深 哪一個比較深 1比1的比較深嘛 然後再來是5比1 再來是4比1 20比3 最接近霧感的是誰 30比1啊 可是要跟客人講一件事 撐不久 撐不久 所以你們看到網路上流行的 拍的那些顏色 它是當場攔起來 馬上拍的 每一個都可以很美 可是問題是 你要先跟客人溝通 它撐多久 這個很重要 你不要攔起來 喔好漂亮的霧感喔 人家花了三五千塊 結果回去一個禮拜就怎樣 就沒了 對啊 所以你要跟他講 你要撐多久 知道嗎 聽到 因為這個撐多久很重要耶 好 我現在上面寫的這個就是什麼 那你們現在 我要讓你們現在直接 看到比較喔 好我們取中間好了 我們現在有做的 取中間 10比1 然後10比1 你們回家 要不然會不會斷掉 會斷掉喔 漂粉要很小心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 這一塊很重要喔 我們的這20數 下午攔起來 就是要印證 我們早上所有講的話 就是你把它攔出來 你就會知道說 喔原來老師在講什麼 那出來的色度 大概調在哪裡 跟出來的色調 對不對 這個很重要 那所以我說 因為我習慣在早上 跟各位這樣分析 那下午你們攔的時候 就會去對照說 喔原來攔出來之後 就跟早上怎樣 講的要呼應喔 所以有沒有人聽不懂 都聽懂喔 你們都這麼厲害耶 我每次在每一句上課都發現 一下子聽到老師這一塊的 你很想把它搞懂 但是一下子要完全理解 確實有點難 那其實它不難 因為我今天發現你們很用功 全部都有寫筆記 回去之後再看筆記 你就會印象加深 你就會印象加深 你就會印象加深